在一些影视节目或者电视报道中,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明星走在街上的时候,总是期待着自己的保镖团。 就算碰到非常拥挤的情况,这些保镖也能够帮他们开路,甚至说帮助一些粉丝的剧烈反应。 不仅是明星有自己的保镖,很多有钱人拥有自己的保镖,比如王健林,他也有很多保镖,出行的时候也是携带一车保护他的人。 如果你留心发现,其实马云也有自己的护花使者,但是他只有一个,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哥,他长相平平是一个中年男子,那么具体他叫什么名字,又有怎样的丰厚雇佣金吗? 根据小编了解,发现这位男子叫李天津,他经常伴随在马云左右出席各种活动,就算是一些不应该出现的是活动,也会在马云身边保护着他,不过他到底有哪些厉害的地方呢? 经过了解之后,才发现原来他曾经是我国太极拳天下总冠军,在武术方面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,其中他最煞长的就是太极,现在是国家级裁判,这里现在很多人觉得这只是他的曾经,并不代表现在他依然有那么厉害。 事实上,举个例子,马云和他一起前往美国,和两位富豪会面时,在他们面前突然冲出了三名持枪的劫贼,这个时候他的职业精神就表现了出来,他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马云,并且掩护着他安全走出现场,还有一次直接体现他太极冠军的实力,是随马云去内蒙古参加活动的时候,当地的几个决斗能手, 想要挑战这位保镖,随后他从中挑选了一个最厉害的,结果李天津只是随手一波,就将他撂倒在的,他的功夫瞬间就征服了当地的帅交手,既然他如此厉害,那么马云又给了怎样的工资待遇呢? 在成为我国著名企业家的保镖之后,他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,不仅在杭州买了车买了房,对于自己的家人也变得慷慨了很多,他的兄弟透露,虽然不太清楚具体数目,但是最少也要百万年薪以上呢? 小伙伴,是否看到这里感到特别惊讶呢?自己辛辛苦苦努力几年,也没有如此高的年薪,图了来源于网络,如有亲权请联系删除 短の双影 有些人 小伙伴,周 �